剛剛惠文哥問的問題 我可能可以解答一下 就是說因為我們是從 我們平常的生活圈 不是他民進黨那樣 那民進黨他剛好呢 我跟你講 這就叫做惹錯人你知道嗎 就是林秉書 林秉書在後面是誰 這個是高嘉瑜他會去想的 你今天如果去報案的話 那報案了之後 這件事就是家暴 家暴處理掉了 那他後面的人 如果追殺你一輩子呢 你要不要活 所以如果重點是 林秉書是誰的代理人的問題 因為民進黨他是已經 搞成那種幫派的政治了 他裡面有可能很多的 那種金權的交易 全部是混在一起的 你看林秉書都知道啦 欸我一個議員 我沒有辦法去喬什麼疫苗 還搞什麼國安餘額 那你說什麼轉一個學 要跟他收30萬 你要想是多少人去分 分這個30萬 你覺得幫人家辦轉學 30萬是林秉書全收嗎 幫人家弄疫苗一個6到10萬 是林秉書全收嗎 那上角的啊 他有什麼權利去搞這些事情嗎 一定有跟他合作的對象 這叫我們俗稱的白手套嘛 今天他們無懈可擊的故事 我告訴大家一點都不重要 只有一個問題 那場餐會誰買單 買單的人是老大嘛 你叫一個43歲的 是不是博士勝去幫這一對立法委員付錢 要不要臉啊 我今天如果跟年輕者 我們一起吃飯 當然我買單啊 那誰賺的多誰買單嘛 所以他買單代表什麼 他賺的多 比大立委都還要多 怎麼賺的 或是這一場就是他揪的啦 所以根本不是什麼誰揪 就是林秉書 把這一些立法院裡面 我的這個幫手們通通找來 我們開個會 我覺得比較像是這樣啦 我跟你講這種人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他們吃個飯 人剛好就在附近 哪那麼剛好 剛好就在附近 我告訴你 以後越來越起底越多 你會聽到越來越多的 他剛好人在附近 聽說明天還有 有一種人就是 專門來給人家付錢的 你知道嗎 有一種人就是專門來付餐廢錢的 你知道有這種人嗎 這個比較切切 這種人其實不只是說他們而已 常常出現啦 那為什麼有一些人要付錢嗎 因為他是別人的代理人 錢在他身上嘛 所以這等於說我們共同的小金庫 那你今天吃飯了 我當然來付嘛 付的時候只是付錢 這樣太明顯了 你知道嗎 通常會坐下來一起吃嘛 就吃個 就他不會一開始就到喔 這種人都是這樣 一開始的時候 比如說我今天七點約 吃到九點 他大概八點半的時候 三三來遲 然後說在附近 在附近 然後來 然後前面去付了 另外一塊別人的錢 對可能聊一聊聊一聊 吃完飯之後發現 怎麼大家都自己都走掉 有一個人留在那邊買單 就是這種人嘛 林秉書 他的所作所為 那所以他後面有人囉 所以他代表人囉 所以那個收據什麼 三百多萬 我真的覺得喔 我不相信林秉書 但我也不覺得 他帳戶只有三百多萬 你算算看 一個疫苗搞人家 六萬到十萬 一個轉學師只開口三十萬 騙是什麼 騙是我跟你說 我要幫你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跟你講了之後 甚至收了你的錢以後 我搞不定這叫騙 可是林秉書 你從他所有做的事情來看 他做得到啊 搞什麼國安疫苗 我看那個報導的內容 寫的就像是 真的有人打了嘛 對不對 他也沒說最後沒打到 所以他騙人啊 根據報導的說法是這樣嘛 所以我意思是說 林秉書 他是有經濟能力的 他好 再透過一萬步好了 有證人啊 四叉貓吃草莓啊 四叉貓想要吃草莓 就送兩千塊 我告訴大家 越來越多人有收過他的禮物 因為他的做法就是 先讓你呢 覺得他是一個很好聊的人 他會先 那邊有寫嘛 他會先私訊你 然後跟你聊天 聊天了之後 他會開始送你禮物喔 你喜歡什麼就送你什麼 非常貼心喔 你想要吃水果 就送你頂級的草莓 一顆七十塊錢 讓你開心 然後他就會開始提出一些 對你的要求 比如說他會這樣講 你可不可以幫我 多promote某一個立委啊 我覺得你不錯啊 我跟你講那個立委 他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你下次你臉書 寫他幾句好話 是這樣子 這在幹嘛 這在喬事情嘛 所以他是有能力的 不要以為他只是一個騙子 所以 你想如果是高嘉瑜的話 你背後有人的 那如果這個人 恐怖到他會追殺你 十年二十年 你要搞大才能保命 還是自己去報個案就了事 搞大 所以段儀康 他有點被扯進來到 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說 那個告別式裡面 今天如果沒有段儀康 如果沒有那麼多人 全部都來 我們今天會在那邊 討論這麼久嗎 不會 他家暴案就了結了 重點就是讓大家看到說 林秉書跟新潮流走得很近 這才是全案的關鍵 小新我覺得我要講的是 如果按照剛剛 我跟霍文哥的思路 家暴案是計畫好的 所以絕對不會因為 家暴案之後 誰不要怎樣 我們就不會關注這件事情 我告訴大家 就是要用家暴案去處理 這隻會咬布袋的老鼠 我告訴大家 就是就算陰謀論計畫好了啦 也不會有人想要 自己被打那麼慘啦 因為那個真的被打死 都有可能 他沒有辦法預測 那天晚上出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一個女生的立場 不太可能說 希望自己被打死 你不要誤會 我們絕對 我覺得不是說 我計畫我要被打 我要挑釁他 嘿嘿嘿 然後打我笨蛋 然後打我以後 我就有證據 而是這件事情 可能已經發生了 他發生了 大家其實知道 那只是把這件事情 這個時候爆出來 衝突不是意外 我覺得要這樣講 衝突不是意外 但不會有人知道說 衝突成那樣 可能他也會被嚇到 就被弄到 快要被打成那個樣 他自己可能也是有被嚇到 但是他本來就知道會衝突 因為他認識兩個月叫你下跪了 然後他又在你在上節目的時候 去給你延遲恐嚇 這種人他會對你好生好氣嗎 本來就不可能 所以他當天去談判的時候 知不知道會吵架 一定心裡有說會吵架 可是吵到說弄成這樣子 其實很難 那因為呢 這個林秉書 他其實 我說真的 我們現在都在講說 所謂 怎麼講 今天還在爆料啦 剛剛斌哥跟會員哥講說 可能這事就沒了 我本來沒有講 是要再講 我有搞錯 我是說 這件事情因為 鏡週刊今天的這個爆料 有一點點這個風向轉了 大家都感覺到很奇怪嘛 對不對 有啊 怎麼會沒有 他轉成說那個什麼是批圖的 又怎樣拿一個很奇怪的證據 要你相信民進黨很蠢 也不能讓你發現民進黨有多壞 對 我覺得這是兩句非常關鍵的話 大家要記清楚 本來的風向只有鏡週刊 這邊可能是屬於高嘉瑜 跟小馬陣營的說法 然後另外一邊是週刊王 這邊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些林秉書的說法 然後兩邊的資料 在互相對撞嘛對不對 但是這一週明顯就是說 有可能我自己懷疑啦 黨政高層看不下去了 所以鏡週刊這邊的比重 調成是一半 一半是馬迴運跟高嘉瑜的東西 好的 說法 另外一半 黨的說法進來了嘛 你有沒有看到最後有一篇 在稱讚新北檢好棒棒 有什麼好稱讚新北檢的 他讓一個嫌犯在過程當中 連安全帽沒有帶這邊月球漫步 你還稱讚他 沒有罵他很不錯 而且你只會辦案 還可以辦到讓莫 莫名其妙的無解無地 跑到房間裡面去 所以他的消息來源 你來好棒棒 那你覺得 我記得他裡頭一句 叫新北地獎主迅雷不及掩耳 對 那我問大家嘛 我問大家嘛 你覺得高嘉瑜跟小馬 他們的陣營 假設他們有個陣營好了 會去跟媒體放話 講說寫說 新北檢好棒棒嗎 不可能嘛 他恨這個民主黨都恨死了嘛 所以新北檢好棒棒 我們全台灣誰會覺得 應該要在這個新聞寫 新北檢好棒棒 只有民進黨而已 只有讓新北檢被人家以為好不棒棒的人 會要求周刊寫新北檢好棒棒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這一次就是有一些洗地部隊就出來了 就開始跟你說這個是怎樣 那個是怎樣搞得漁木混珠 然後呢 我覺得周刊王 對不起 我覺得靖周刊 他也沒有真的很想要完全照著爆 有壓力 肩膀扛不住了 所以他的那個收據的部分說是偽造的 因為看那個圖說多可笑啊 他寫說左邊那張中國信託的 然後偽造成右邊那張台興銀行的 這個明眼人看到都知道不可能 擺明寫出來被我們欠爆的 一個在7-11領錢 一個在全家領錢 那你說兩張可以互相偽造 對 然後總之呢 這個東西我只要看不懂 因為裡面顯然有一些資料 還是屬於高陣營的 比如說那張照片 剛剛佑正已經講到 我看嘛跟你完全一樣 如果完全已經都偏向黨那邊的話 那這個東西其實拿出來 好像今天要讓大家討論一天 不是很好嘛對不對 所以可能還沒有談好 因為今天又開始有新的東西出來了 又開始有新的東西 跟林秉書直接相關的 聽說明天也會有 明天聽說也會有 紙本的部分對不對 對好像是 舉例來講我告訴大家好不好 今天再查證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都一直以為啊 11月24號的時候 不是高家有傳簡訊給警察說 希望派六個人過來嘛 對啊對啊對不對 我們都以為時間 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嘛 跟警察相關的 最早的時候 11月21號的時候 11月21號的時候 我查證過的 就有新潮流的議員 在幫忙申請警力了 申請告別式的警力 是就有了 11月21號的時候 What 他們在一個警察 禮拜一的晨會上面 就宣佈說 這個禮拜的勤務有什麼 其中一項就是因為有議員來講說 這個告別式可能會有人鬧場 所以呢要加派警力 所以禮拜四的這個勤務 是禮拜一的時候就決定的 大家有沒有再回想到 我曾經在節目上跟大家說過 總統可能告別式會來 可是那是殯葬處跟我說的 可是警察局卻說沒有 秉書也這麼說啊 禮拜一的時候 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他們拿到這個勤務內容之後 就說要去維護這個秩序嘛 他們就打電話問總統府說 那這個你有要參加嗎 總統府要參加 那時候就沒有了 所以總統府有可能更早就知道這件事情了 所以後面當然連什麼國安的檢查什麼 其實都不需要了 所以他告訴你說 我沒有這個行程 因為他太早的時候 就是他還沒有萌芽 丟種子而已就取消他了 大家懂我意思嗎 這個就變成是這些高層早就知道會發生這些事了 對嘛 不是這很奇怪嘛 那你林秉書為什麼會通天的本理先前就知道 你林秉書為什麼會11月25號的時候就知道找段儀康 這些事情都不合理嘛 所以你有更大的情報組織 所以你有更大的靠山在後面 也一般普通的我跟你講 就算是我做一定一個議員不可能做得到 小新我覺得是這樣 這都變成什麼各位 依照小新剛的說法 總統府可能早就知道了 新潮流也早就知道了 甚至高嘉瑜可能也早就知道了 只有一個人沒有早就知道 那個人叫林秉書 只有林秉書沒有早就知道了 只有他沒有 可能是林秉書 可能是還是有可能是林秉書 沒有我覺得就是只有林秉書沒有早就知道 林秉書在11月24號的時候 這是新潮流的議員許舒嬅今天承認的 因為他被問了 他被問說你是不是去下條紙 然後呢他就說 我11月24號的時候 接到林秉書秘書的電話 沒有啊 你講是24號 可是你說的是更早之前就已經這個了 他沒有說實話 對啊 21號就下了 那林秉書24號才去問 那林秉書是最晚知道的 你講的有道理 有可能其實21號請他去幫 當這個忙的人也不是林秉書 他接觸林秉書是24號 因為這樣的話他就等於沒有說謊 對吧 從因為人家可能問他說 那你是不是認識林秉書等等的 可是這又代表什麼 他又沒說實話了嗎 之前記者去問他過說呢 你認不認識林秉書 他說不熟又來又一個 不熟而且我覺得他眼神很恐怖 我見過他一次 眼神閃爍怪怪的 那你11月24號人家用你的電話 要打電話叫你做這些事情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新潮流他 真的就是韓國瑜講的那樣子 他是一個惡霸的集團 他是用一種高鐵這樣撞你的方式 在對付你啊 沒錯 不管是誰他當時好 大家現在要去想喔 這個案子未來我覺得會從網軍案上升到 更嚴重的地方去為什麼 因為你記得嗎 當時韓國瑜為什麼被新潮流針對 因為他們要搶北農嘛對不對 那請問林秉書是要幫他們搶什麼東西 這個才是真的要去追查的地方 我話先講到這邊